他二十多年不上朝 却靠帝王之术 执掌大明王朝四十五年 明史宗诸侯聪是怎么操纵的 诸侯聪执掌后期不上朝 不是因为懒惰 反而什么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诸侯聪的帝王术究竟有多厉害 今天穆玉军带大家 走进明朝家境年间 一起来看一看 诸侯聪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他能坐上皇位也是运气好 他本是兴献王朱又元的儿子 这样的身份本无缘坐上九五之尊 但公元1521年 明武宗诸侯聪突然驾崩 他没有皇子继承皇位 朝中大臣按照兄中弟籍的祖训 让诸侯聪年仅十四岁的 堂帝诸侯聪继承了皇位 这样看呢 诸侯聪坐上皇位完全是运气好 那他的实力怎么样 诸侯聪的实力 在明朝十六位皇帝中 不敢说排在第一 但是能畏惧前茅 实际掌权明朝 最长时间的就是他 虽然诸侯聪有实力 但是在坐上皇位之初 还是经历了一些困难 诸侯聪继位的时候 只有十四岁 因为年纪不大 朝中有权有势的大臣 便想架空他 可是呢 让这些大臣没想到的是 诸侯聪可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 他和朝中大臣斗智斗勇 朝中大臣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反而还让诸侯聪 在短短的时间里 将资历身后的老臣扬颜和收拾了 诸侯聪能做到这些 可不是偶然 十四岁之前 他只是王爷之子 很多人对他不了解 其实啊 诸侯聪是个天才 他年幼时就天资过人 先天条件不仅好 后天还非常努力 诸侯聪的父亲 是个饱读诗书之人 在父亲的教导下 诸侯聪在诗词方面 信守年来 他还熟读各种古籍 懂得不少治国之道 在皇家礼仪方面 诸侯聪的父亲对他要求很高 所以他小时候 就熟知皇家礼仪规范 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因为太过优秀 所以朝中大臣无法摆布他 诸侯聪继位之初 是个秦政的皇帝 积极改革明朝的实弊 在他的治理下 立民的新政得以推行 朝纲风起也非常好 对于贪官污吏 诸侯聪严惩不放过 经济上 他改革复役制度 提高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文化上也不放过 科举考试整肃了一番 加强教育力度 经过整顿后 选拔出了很多优秀人才 什么严松 夏严 赵真吉和七级光等 早期秦政的诸侯聪 为啥突然不上朝了 是一场公变改变了诸侯聪 这场公变被称为人银公变 事情是这样的 诸侯聪的一系列操作 得罪了朝中的奸臣 他们联合起来 想暗杀诸侯聪 但皇帝身边守卫森严 根本就无从下手 想了一圈办法后 奸臣们想着利用宫女 于是 他们买通十几个宫女 准备一天夜晚刺杀诸侯聪 到了密谋那天 十几个宫女看准时机 死死勒住诸侯聪的脖子 本以为能够杀掉皇帝 但是因为动静太大 被侍卫发现 诸侯聪这才被救了下来 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是诸侯聪受到的惊吓不小 自此之后 诸侯聪看到宫女就心惊胆跳 他还搬离了原来的宫殿 住到西院的万寿宫中 不敢住在紫禁城的寝宫中 这件事让诸侯聪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过多插手朝政之事 不然呢 迟早会死在奸臣手中 这次能从宫壁手中逃脱 让诸侯聪相信上士玄之孝 他不上朝后 就在万寿宫中摘叫祈祷 他祈祷的时候 穿的不是龙袍 穿的是道教的衣冠 自己穿不够 诸侯聪让他的嫔妃们也穿上 重新道教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离谱的是呢 诸侯聪学起了明朝之前的皇帝 在万寿宫中炼丹修道 炼制各种丹药 想追求长生不老 诸侯聪不上朝后 朝中大臣乐开了花 他们以为自己击垮了诸侯聪 实际上呢 确实他们太天真了 虽然诸侯聪不上朝 他可不是完全躺平 只是很多史性诸侯聪不明着管 中江和地方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诸侯聪不上朝后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让锦衣卫的人监视着群臣 没一个能够逃脱他的眼睛 天下知识他都知道 人不在朝中 诸侯聪怎么加强皇权呢 当然是要和世大的内阁形成制衡 在他们看来 很难做到的是 诸侯聪却轻轻松松地解决了 他让司礼剑参与朝政 自己只需坐等 司礼剑参与朝政后 和内阁争斗不断 两派争斗得越激烈 诸侯聪越开心 说明权力制衡得很好 内阁中势力最大的臣子是严松 按理来说 除掉严松会好一些 但是诸侯聪没有除掉他 选择留下严松的命 是因为诸侯聪另有思量 只要严松在内阁 诸侯聪不上朝 也能够依旧坐稳皇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严松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朝中大小事 他都能解决得好 即使是诸侯聪不上朝 只要有严松在 朝中不会出事 尽管到了后期 严松做了很多措施 他贪污受贿 诸侯聪也能假装看不见 严松是个赤裸裸的奸臣 为啥诸侯聪要放过他呢 因为严松对他有用 只要他使经办得好 私下杀人放火 诸侯聪都能放过 朝中有严松 诸侯聪可以安心待在后宫 炼丹修道 他前期有多为百姓着想 后期呢 就有多奢靡 为了炼丹修道 诸侯聪花费重金修炼祭坛 在这方面 诸侯聪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人都是会变的 皇帝也是人 在经历一些事情后 就变得只为自己了 但在那个环境下 诸侯聪似乎也为百姓做不了什么 朝中有严松办事 内阁有私利建制衡 但是还不够 外戚专政是自古以来的麻烦事 诸侯聪是如何限制外戚专政的呢 外戚影响朝政 无非就是势大 只要限制他们的权力 问题就解决了 诸侯聪利用严松 处理一系列限制外戚的政策 取消他们世代被封赏的福利 官位不能使习 他们在朝中的权力也就慢慢削弱了 外戚专政仪式解决后 诸侯聪接下来就是把控明朝国库 手中有钱才应急 有钱办事也方便 这也加强了皇权 这样做的确能够巩固诸侯聪的皇位 但也带来很多弊端 内阁和私利建在朝中争斗 弄得朝中不得安宁 利用严松办事也使得他势大 私下做了很多坏事 限制外戚专权 积累了很多怨恨 把控明朝银钱使得百姓被压榨 民间苦不堪言 这些问题在诸侯聪驾崩后都暴露了出来 留给下一个明朝皇帝收拾烂摊子 虽然弊端很多 但是不得不承认 诸侯聪通过这些手段 在二十四年不上朝的情况下 皇位依旧稳固 这就是诸侯聪的帝王之术 很显然 帝王之术就是为了帝王 明朝出现的其他问题 诸侯聪就无暇顾及了 比如边疆动乱 明朝境内的起义 还有奸臣胡左非为 诸侯聪没有办法解决 晚年的他 除了想怎么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是炼丹修道了 为了自己能够活得长一些 可是他做出了努力 最终反噬了自己 那些重金属超标的丹药 长时间的服用 对身体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本来呢 诸侯聪能活得更长 但因服用丹药 六十岁就去世了 诸侯聪操纵的帝王之术 让自己稳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 虽然很厉害 但不值得推崇 真正好的帝王之术 是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 还能兼顾王朝的发展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首先得让百姓风衣足食 其次呢 是让官员有效地服务王朝 最后才是稳固皇权 而诸侯聪 只想着怎么稳固皇权 自然就出现了奸臣当道 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况 明朝自诸侯聪之后 就走起了下坡路 问题越积越多 最后农民起爆发 明朝走向了灭亡 所以 明朝灭亡是击毙太多